这回请到了四位演员前来做客 来 欢迎四位 欧豪 白宇 魏晨 吴蕾 欢迎四位 欢迎 过年好 对呀 今天压力大了 我一直都以为我是这个演播室里最亮的仔 然后又来了四个亮仔 发现你的地位被取代了 对对对 四位帅哥今天春晚表演的节目叫《未来我来》 单从这歌名上看啊 特别的励志 有什么样的感受 因为我觉得看到你们四个这样扬眼 就是看到了未来的希望的感觉 其实我们看到那个歌词 然后听到最初的demo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蛮感动的 因为每个年轻人都是怀抱梦想 但是最重要的其实年轻人是要脚踏实地 去肯想肯干 有担当这样一直往前 所以我们能够在春晚的舞台上 能够把这样的正能量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也是非常荣幸的 说到参加春晚 其实像吴蕾也是经常来 演过小品 演过魔术 还有什么舞蹈是吧 多面手 包括白鱼也是 其实两位平常可能在影视的这个方面 深耕更多一些 那到春晚的舞台上来演出 心里会不会有一些压力 太有压力了 太有压力了 确实不是最擅长的事情 但是能来还是会全力以赴 我觉得每次上春晚都是有挑战的 不管是小品 还是任何形式的节目 我相信在春晚舞台上的每一个演员 每一个歌手都是背感压力全力以赴的 这个歌准备多久 很久其实 而且就我们四个私下都说自己平时开车的时候 洗澡的时候都会听这个歌 让自己去熟悉这首歌 已经变成了身体的一部分了 白鱼也会在那个就是卫生间里享受那个回音带来的 鱼音照亮三日不绝 唱得格外好 听得到大半个月了 做梦了 对现在已经背得很熟了 其实对魏晨和欧豪来说 因为你们俩是歌手出身 是不是这个任务要更轻松更简单一点 也不轻松 我们也非常紧张 而且我们一直不断的去熟悉 而且我们一直在找每个人唱哪一部分是最好的 最合适的 对因为其实歌词里面讲了很多各行各业的 航天的 医疗的 然后军人 然后包括快递小歌等等 其实我们在唱这个歌词的时候 也能感受到年轻人的责任感 那这么一听这首歌真的是充满了正能 未来我来 对而且 因为是第一次 我是第一次 我也是 所以相对于没有这个经验 而且这么重要的一个舞台 这首歌曲又那么燃 所以还是会给自己压力 还有希望能够以最好的状态去表现好这首歌曲 而且魏晨和欧豪 你们其实在影视作品里面也合作过 那四位都是年轻的这个新生代的演员 所以在创作和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 觉得有没有四个人的那种默契 会支撑你们做好今天晚上的表演 必须有必须 必须三有 对而且越来越有默契 他们四个只要心里想着我们都很帅 就应该会互相也帮帮忙知道 知道比如说彩排的时候 哎你我觉得你怎么样更好一点 包括两位专业呢 他是我们的音乐科代表 音乐科代表 每次基本上台之前我们都会摸好几遍 然后做的动作每个点 然后大家怎么互动都会先熟悉好几遍 然后再上台 对而且我们才就是我们平时排练的地方是那个休息室的后面的走廊 然后当我们唱歌的时候就旁边就会有别人过来观摩一下 然后那个像光杰哥还帮助我们指点一下 他说不错不错这比比上一次好很多 对对对 呃魏晨是科代表 欧豪估计是学习委员 学习委员对 这班长是谁呢 你 我 我 班长和副班长啊 我是一只小五 哈哈哈 好像还缺一个劳动委员负责你们的这个演唱期间的这个后勤工作 光杰哥 吴老克 光杰哥 代表 哎往往在一个团队里面啊会有一个人出来就是老照顾老操心那些特别比如说琐碎的事情 对 你们中间谁会是这个角色最操心的人有没有水喝啊饭到没到啊这种的 小蕾比较风波一些 哎 没有因为我们我们就是节目中期除了开场以外我们节目就是中间距离的时间很长嘛 然后前段时间也不是前就上次排练的时候就是买了一箱泡面 哦 啊 然后就这么饿吗 中间还要补一下 因为我们节目很耗费体力 然后就说吃不吃泡面吃不泡面 他说哎呀 他别吃了一会上台 结果买回来大家都狼头骨验的 所以今天的年夜饭应该肯定不是泡面了吧 今天不是大家都准备了其他活 所以白鱼准备在中间吃顿生 啊我当然是想吃面了 但是今天就吃饺子吧 哈哈哈哈 对对对 呃 几位的家乡其实呃都不是北京对吧 对啊 呃 会有谁今天晚上就要回老家吗 今天估计会对今天 今天我们比较靠后了 因为过年计划是什么样 哎基本估计就是今年金金今天就陪大家一起过年 然后明天差不多就是休息一天 然后继续到剧组呃工作了 呃大我大概是这样啊 你都差不多差不多对对对对 都是在忙碌中忙碌中度过新年 所以四位最后给观众朋友们一起拜个年吧 期待你们的表演 好 那在这里我们祝所有的朋友们新年快乐了 哈哈哈我们的默契呢 再来一遍啊 祝所有的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 太棒了 默契满分 期待你们今晚的精彩表演 期待啊 未来我来给我们展现出青春的气息 是的 加油加油 呃一年春景秀卯绪夜辉煌新春将至啊 我们回味过去的美好许下新年的约定 从仁一年新春到鬼卯年新春过去的一年当中 我们实现了很多约定也实现了久违的团圆 其实约定本身就是一个很美好的词汇 有了约定就有了盼望 新的一年新的祈愿新的希望新的动力 新春将至愿美好都如约而至 好稍后我们的特别节目会继续陪您过大年 稍后见